创业创新无疑是当下最热门的词汇 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 高校的创新教育至关重要 作为美国杰出发明家 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创立的高校 宾夕法尼亚大学 十分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校长艾米·古特曼 近日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 对学生综合知识的培养 是塑造创新能力的重要部分 我们所建议的中心 有点心理和疚似的中心理 这原创年代研究和培养 学生卷的研究 我们肯定所有技术 再联系的研究 成功统要跟全学学生 生的研究 我们做法研究 有専属病毒 女士的研究 是学生的生意 那是ák ad来生理智 因為他們不需要 refrigeration 然後,在中心中的科目是 創意的解釋 在最基本上的最基本上 所以我們真的相信 我們所謂的學生 我們所謂的學生學生 所以我們所謂的學生 學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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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Fay? what are the biggest challenges in innovation in Japan? Qué big challenge of innovation is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take risks Don't be afraid of taking smart risks Don't take foolish risks Don't just do what you think is necessary to get a job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stretch your mind 财新网北京报道